内蒙古新井梅叶一座露天煤矿 2月22日发生大面积坍塌 官方直到6月19日 才同胞53名试炼人员已经全数死亡 内蒙古一座露天煤矿 2月22日发生大面积坍塌 造成53人试炼 当地官方直到6月19日 才同胞试炼人员已经全数死亡 这起事故打破了1949年以来 中国露天煤矿单次事故的死亡人数记录 内蒙古新井梅叶一座露天煤矿 2月22日下午一时许 发生大面积坍塌 多名作业人员和车辆走壁不及遭掩埋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事后立即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但救援进展缓慢 期间还发生二次坍塌 土堆的静高估测80公尺左右 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 这起特别重大事故 当时仅救出12人 其中6人生还 6人死亡 仍有47人失联 其后 官方未在通报搜救进度 直到近日才披露 失联人员已全部被认定死亡 据澎湃新闻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6月19日发布1至5月 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情况显示 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106起 死亡160人 其中 特别重大事故1起 死亡53人 在此之前 内蒙古应急管理厅通报的1至2月和1至3月情况均包含下落不明人数或失联人数 例如该厅5月5日的通报显示 1至3月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57起死亡和失联111人 但6月18日通报的1至4月的数据中已无失联人数 报导引述一名权威人士20日表示 新井煤矿坍塌事故的搜救工作已结束 失联人员已确认无生命体制 所以全部计为死亡 另外 事故原因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那边在做这个工作 据财新网今天报道 4月中旬 坍塌事故发生近50天 部分失联人员家属从政府方面得知 搜救已经停了 要避坑修编坡 已经把机器设备都撤上来了 财新周刊5月8日刊发的长篇深度报道披露 事故发生后 矿山安全监察系统内部曾通报 这是继2016年内蒙古赤东宝马 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后 发生的首起特别重大事故 打破了中国煤矿6年多来 没有发生特大事故的记录 也打破了1949年以来 中国露天煤矿单次事故死亡人数记录 财新初步调查发现 新井煤矿此前发生过多起死亡事故 并且至少三次瞒报 监管部门 煤矿负责人 甚至大车司机等早已发现重重安全隐患 但未引起足够重视 直至悲剧发生 明镜贯报